Hello 大家好 我是Jacy 那么在我们正式上课之前呢 我先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已经在全球知名软件公司呢 做大数据处理多年了 对于各种大数据处理的软件呢 还有我们的脚本语言都比较熟悉 那么这节课呢 我将带领大家呢 来学习我们Python 3的新特性 希望通过我们这节课的学习呢 让大家对我们Python 3呢 能有一个新的认识 并且呢 能够呢 对于我们Python 3的开发呢 让大家有最好的了解 同时呢 希望大家呢 避免我们这个 由于版本问题 造成的一些鱼杆的陷阱 我们呢会帮大家去避免 好 那现在呢 就让我们来正式进入 我们这节课的学习 我们第一节课呢 还是起一下抛车引运的作用 我们呢先 主要呢会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性能和编码方式方面的知识 在我们介绍我们的性能 和编码方式之前呢 我们呢还是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课程简介 让大家知道我们这节课呢 主要先来介绍些什么 那么我们Python 3呢 也称为Python 3000 或者Python 3K 它呢实际上是对我们的核心语言 做了非常多的改进 打破了呢 与Python版本2当中的 相后兼容性 那么讲到这里呢 可能有同学会问了 那么我们Python 3的话 那么我们 它既然打破了这种 与Python版本2当中的 这种相后兼容性 那么就意味着呢 我们开发者呢会丢弃掉很多 我们之前变成的习惯 然后我们呢要新学习新新东西 才可以 也就是说 相当于呢 像我们去新门新语言一样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实际上呢 我们Python呢 它呢作为一个比较老牌的脚本语言 它呢想要获得长度发展 想要呢获得和我们 新兴的语言的 一个比较强大的竞争力 那么呢 它呢就要更好地定位 我们用户的需求 它应该呢会发展它的长数 并且呢尽量的呢 避免它的短处 所以说呢 我们Python3它这些呢 对核心源的改进呢 它主要集中于我们 增加了比较多新的库 然后呢来更好的呢 定位我们用户的需求 来呢扩展我们Python的长处 同时呢 它呢也解决了我们 开发者在平时 开发的过程当中 旧版本当中的一些 非常通通的问题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Python呢 才可以获得了长度发展 所以说它呢 才打破了我们版本2的 向后兼容性 开发了非常多新的 也很有趣的性了 那么我们这个课呢 Python3的这个新特性呢 主要呢会对我们新版本的特性呢 做详细的介绍 以便我们开发者 在移植Python项目的时候 或者呢是 在使用Python新版本的时候 避开这个版本中的一些 产生的陷阱 让大家呢 更方便更灵活地 去使用我们这个 Python3的语言 然后呢方便大家呢 以后在开发的过程当中呢 更顺利 更简便 那么我们给大家介绍完 我们的课程简介呢 我们呢 就开始给大家介绍 我们的这个Python3的 新特性的正式内容 那么我们第一步呢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 我们一下这个Python3的性能 那么这个性能呢 它呢是一个 很隆统的指标 它呢很难会通过一两句话呢 来把它的所有的性能呢 然后就是都描述清楚 那么这样 为了方便大家去理解呢 我们呢还是先给大家举两个例子 然后呢 让大家通过我们的实例呢 来验证一下 那么我们Python3和Python2相比 它的性能到底是怎么样 比如说 我们呢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实例1 也就是说呢 我们要像一个文件当中呢 写入500字节的内容 连续呢写14 然后计算一下它的平均耗时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我是分别下载了 我们的Python2.7和Python3.5 我们一会儿呢 会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看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然后呢 我们还有第二个测试 先给大家看一下 那么第二测试呢 和第一个测试很类似 也就是说呢 我们呢把这个文件呢 我们并不是呢 以我们这个字节的方式来打开 而是呢 以这个文本文件的方式来打开 我们同样是写了500个字节 我们看一下它的结果会怎么样 好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就给大家 先看一下我们的代码 看完代码之后呢 我们呢会 给大家演示一下 看看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 为了集成时间呢 我们呢已经给大家呢 把我们的代码已经写好了 然后呢 我呢 已经把它存在了 我们的这个 Python的file里面 然后呢 我们现在呢 就是给大家先看一下 我们的代码 大家可以看 我们这个代码呢 就是这样 当我们是Python3的时候呢 我们会执行一下这个 也就是说 我们会以字节的方式呢 去存储 当然我们Python2的时候呢 它呢 对字节这方面呢 它呢没有特殊的定义 也就是说 它必须要以这个字符串的形式呢 然后会对我们的这个 字符串呢 会进行存储 那么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还是建立了一个小函数 那我们这个函数呢 分别呢 是统一了一下 它的开始时间 统计了一下 它的结尾的时间 然后呢 这样子呢 我们是会把我们的这个 字符串呢 写500万次 也就是达到了我们的 写500万个字节的目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 是以什么方式去写呢 实际上我们是以 我们的字节方式去写的 然后最后呢 我们会计算一下 我们时间的平均值 也就是说 我们呢 会去掉一个最大值 然后呢 去掉一个最小值 然后来计算我们这个 时间的平均值 计算一下 它的平均耗值是什么 OK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看我们的结果是什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 Python的file呢 它叫01-1file OK 那么 我们就给大家 运行一下 我们首先呢 会在我们的Python3.5上 给大家去去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我们Python3.5上呢 然后它的这个 时间的话呢 基本上呢 一点几秒 也就是写入500万个字节 然后我们会以字节的方式呢 去进行存储 然后它呢 基本上是 平均时间呢 是1.48秒 那么我们同样的一个 程序呢 我们会在我们的 Python3.7当中 给大家看一下时间 大家可以看 然后它的时间呢 大概都是两点几秒 所以说这样呢 其实大家就可以 都来结论了 那么我们对于这种 我们的 这种字节的存储方式来讲 那么呢 我们的Python3呢 肯定是要优于Python2的 然后呢 它的这个 从性能上来讲呢 然后它的处理的话 它会更快 然后呢 会呢 性能的话更强大 那么同样 我们刚才呢 也给大家想了第二个例子 也就是我们第二个例子的话呢 然后呢 其实和第一个例子 它很很类似 也就是说 我们无论是Python3和Python2 我们都用我们的旧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不利用我们Python3 对自己方面的改进 我们呢 只利用我们的旧方法 也就是说 我们呢 只利用我们的 只让它以字符串的形式去写 我们不想让它用我们 任何新方法 用自己的方式去存储 我们只让它用字符串的形式去存储 所以让我们只改了这个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再分别在两个Python上 我们去运行一下 我们呢 看看它出来的结果会怎么样 OK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呢 我们呢 如果要是用旧方法 去存储我们的字符串呢 然后它的我们的Python3呢 然后它的性能呢 实际上呢 是很慢的 是比我们刚才运行的 在Python2上的结果 它要慢的 所以说 从这点上呢 大家就可以看出来 其实我们这个性能呢 它都是有两面性的 那么我们Python3呢 它作为一门语言 它肯定它不可能是 十全十美的 它肯定是有优点 也有缺点 所以说 从性能上来讲呢 它呢 对某些部分 比如说它对我们这个 字节方面的改进 使得它的性能呢 加快了非常多 但是呢 它呢 对于一些旧方法来讲 因为我们引入了非常多的酷 然后它呢 肯定要花更长的时间 去 跑我们的结果 也就是说 它的性能呢 略差一些 但是呢 它虽然性能略差 但是它也是在我们 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它呢 比原来呢 它也是差得非常少的 并不是非常非常的慢 所以说 这个呢 也可以说明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呢 作为一种语言 它呢 会有它的缺点 它呢 在 某些方面 也就是说 它进行改进的方面 它的性能非常非常好 但是呢 它呢 对于一些旧方法 然后它的性能呢 它或许是有缺陷 这个呢 就是等待我们Python3 去改进的地方 那么 至于说 性能在 其他方面的一些体现呢 请大家呢 就是 如果自己感兴趣的话 然后就是可以呢 自己客家呢 去了解 也可以呢 就是举两个这样的例子 分别在Python2和Python3当中呢 去跑一下结果 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Python3 它的强项是在什么地方 它的弱点是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性能讲完了之后呢 我们会跟大家介绍 我们的编码方式 这个编码方式呢 它呢 我们Python3呢 也是做一定的改变 比如说我们这个原代码呢 它编码方式呢 会从默认的ask码 变成了我们的UTF8 这种编码方式 然后这样的话呢 我们以前加在文件头上面的 我们这个coding等于UTF8 然后就不再需要了 这个实际上呢 是为了更好地定义 我们用户的需求 因为我们呢 平时的话 还是用UTF8 这种编码方式比较多 所以说呢 我们这个Python3呢 从这点上来讲呢 它呢 是适应了我们这个 时代的发展 适应了我们这个 用户的需求 同样呢 我们不仅是在 这方面有改变 并且呢 我们这个Python3的内部 它呢 对我们这个 UniCode的这个处理 然后它的性能呢 是有很明显的改善的 然后这个呢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实例 来给大家说明一下 比如说我们呢 就是用一个程序呢 对一个存放在缓冲区的 我们的100万个 这个希伯来语 这个单词 在UTF8和UTF16之间 我们呢 来回进行编码处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Python2和Python3 它的这个性能处理 到底是有什么差别 是不是Python3好了很多 我们呢 还是为了节省时间呢 我们已经把代码呢 给大家写好了 存在了一个Python的 本件里面 那就是现在 大家看到的这个样子 实际上呢 这个就是我们 刚才说的 我们的希伯来语 我们呢 会让它执行100万次 对吧 我们同样呢 是统一了一下 它的时间 它的开始时间 它的结束的时间 在中间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我们这个 UTF8和UTF16之间 不断进行转换 那么之后呢 我们这部分 跟刚才一样 也是计算一下 我们时间的平均值 OK 那么我们现在 还是给大家运行一下 让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结果 比如说我们还是 现在我们的 Python3上面 也就是Python3.5上面 我们去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结果 大家可以看 它是非常非常快的 它运了0.03秒 0.04秒的样子 然后呢 我们再呢 用Python2.7 我们再运行一下 它的结果 OK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呢 时间呢 基本上是0.几秒 它呢 平均时间是0.64秒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对这方面的改进呢 是非常非常显著的 它基本上呢 比原来呢 快了十几倍 所以说这样 就可以说明 我们这个Python3呢 它在我们这个 unicode的 这个编板的处理上呢 然后它呢 会有非常大的改进 而且它呢 原文件的 编板的方式呢 也改成了 我们最通用的方式 OK 那么我们 第一节课呢 炮砖引运的课呢 就给大家讲完了 我们首先呢 给大家讲了 我们课程的简介 让大家知道 我们为什么要 学习我们的Python3 对吧 然后之后呢 我们还向大家介绍了 我们的性能方面的变化 那么我们性能方面的变化 方面的变化呢 它对于一些改进的东西呢 是非常显著的 但是呢 它对于一些旗版本呢 要比呢 Python2呢 略慢一些 但是也是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其他性能的变化呢 大家呢 就可以自己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自己的 在电脑上去尝试 那么呢 我们之后 也给大家介绍 我们编板方式 然后呢 它呢 原文件的编板 变成我们现在 最通用的方式 并且呢 它呢 对编板的处理呢 在内部 它也是做了 非常非常好的改善的 比原来的性能能提高10倍左右 所以说我们 给大家介绍完这个呢 然后呢 我们给大家留一个小作业 也就是希望呢 大家呢 像我一样 也在电脑上呢 安装我们的Python2.7和3.5 方便呢 今后呢 我们的课下呢 大家可以自己做练习 那我们下集课呢 会大家介绍 我们的这个语法方面的变化 会大家先介绍 我们的数据类型 与基本运算的变化 同样呢 就是也是会给大家很多例子 希望呢 就是大家通过例子呢 可以对我们的学习呢 影响更深刻 并且呢 也让我们的学习呢 更有趣 好 我们这些课就上到这 谢谢大家